大家好,我是幻星,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几场直播的视频 当然视频前我说一下最近和金格铁马一对战平台举行了一个线上的活动 凡是登录我简介当中金格铁马后那个网页啊 就是进入这个网页 关注我成为我的粉丝以后 在游戏当中获得50积分必定会送赠送花费的 这个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与一下 就算你没兴趣 你也可以把这花费送给你的朋友或者等等等等 都无所谓对不对 而且50积分非常好获得 如果有路亚路导塔的底子 我觉得一局游戏就可以获得了 因为你杀一个人或者助攻一次都可以获得一点积分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简单吧 那个而且实为实嘛 如果你有导塔或者路亚路的底子 我觉得一局游戏差不多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二至三局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与一下这个活动 行吧 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今天这几场直播 好我们来今天继续录这个直播啊 在一区 看一下主攻选什么 快点 孙策主 孙策主 徐晃和王毅我先排除了 流善的可能作用性也比较低 还是选张和吧 张和选有好处啊 首先 如果这一局反贼采取的就是一 就是主中降面并不是很优势 无法创造人数优势 使的时候反贼会可能采取 先杀忠诚为官主 这个我们是好跳身份 避免说是反贼啊 对我们进行直接的激活 对吧 我们只要突袭一下孙策 可以把身份打清清楚 其次的话 我又通过巧遍三四 可以很好的帮助自己囤一个非常好 或者有力的虚报的效果 在关键回合动手 然后创造出主攻方的优势 这都可以 所以张和是比较一个灵活的武将 而且自己的作用也是比较低的 其次的话也能抑制反贼的虚报 因为反贼打孙策主攻局 非常喜欢的就是平时基本的输出 不来打主中方 对吧 然后虚报一些多杀的牌 万一主中方的人能有效的帮助孙策觉醒 这个时候孙策觉醒完是血线比较低的 那虚报的多杀的牌就能对孙策进行输出了 我们的突袭就是巧遍二 也是能有效的限制住反贼的虚报的牌 只要看一下机会如何夺会去用巧遍二等等等等 这边起手去放万剑和起手 主攻对天神位的姜维很忙 往死里干 这个没多大问题 因为主中烈士 孙策主局主攻也不是很强 所以他强势的去输出 看一下曹冲这个称相 如果他拿黑鲨就是跳反 拿红鲨的话就是跳中 当然曹冲有个动作 让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一个忠诚 那是什么 就是他拿完黑鲨的时候 他放下去有想拿红鲨的动作 对吧 在他的心当中红鲨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那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忠诚 但最后他拿了黑鲨 还是不想表这个身份啊 害怕反对直接激活于他 但是如果聪明点通他通过 当然这个也有可能就是 online上一个bug 就是你放下放上都是能看到的 不是最终直接是你要拿什么牌来显示一下 所以让我们觉得曹冲可能是一个忠诚 那我们暂定一他可能偏中吧 就是他的一个细节的动作来分析出来的 将为直接跳反 直接带加一马 直接求觉醒 加一马将为比较折翼 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敢留了 就是如果手牌卡个加一马 他有可能直接去了 所以也理解吧 但是我们就不会帮他了 这边 观屏 铁锁 袁绍 这个是一个跳反贼的动作 对吧 那个袁绍在孙色主攻局还是比较偏中的 所以他这个铁锁袁绍拆袁绍 还是一个向反贼的动作 但这个时候我们不敢跳 但是前头将为向反 灵统向反 观屏也向反 后头只有一个反贼了 所以我们现在没必要说是直接必须跳反贼 因为怕后头的主中方乌龙 我们直接跳一个偏内的神闻 不突袭直接过 对吧 那邓爱万一是什么 袁绍万一什么 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威胁大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看情况吧 没必要把神闻直接跳齐 因为孙色主攻局比较偏慢 邓爱刚才酱油过 没有做任何动作 弃了一张五谷 这也是一个偏反的动作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前头全挑的反贼 后头主中 但是他没有开五谷 偏反内吧 因为后头不可能那么多反贼 袁绍这边没有放 这个肯定是在跳反贼了 这个动作基本上可以确定了 因为这个时候 袁绍是忠臣必定去放 对吧 那放让孙色觉醒的同时还能把姜维带走 火攻 曹冲实果然是一个跳钟了 这边袁绍还亮一张决斗 那必定是反贼了 这基本上是确定了 好多人问密码了 我们先回一下 曹冲继续的杀袁绍 那基本上是 官平竟然 官平起手限制袁绍向反贼 但这个时候他进行 龙吟应该是跳一个忠诚的什么 因为刚才袁绍火攻量的决斗 完了 袁绍又不去乱击 这肯定是一个跳那叫什么反贼的动作了 基本上定反的 而曹冲棋手那个小细节 我们可以定忠诚 当然我不知道别人那么厉害 但这个时候官平如果去龙吟 我觉得肯定是一个跳钟内的身份了 那这样子的话 邓爱的身份我们一会再定 因为邓爱也是降游过人类一个五五 本来还想觉得可能曹冲和我是忠诚 邓爱是内奸 但这个时候可能曹冲和我是忠诚 官平也不可能像那样 那也有点打得太奔放了吧 而这个我们暂时先不管了 反正曹冲和我们是名的 这个时候气肉杀死给袁绍 确立了人数优势 主攻方已经是人数优势了 那我就没必要装了 下轮就可以有效对反贼限制 而且反贼现在基本上降面 再加上状态也是劣势 因为姜维这个状态非常的危险 很可惜孙策那边没有距离 那姜维这边觉醒了 我是很危险是在于他空城 但是孙策竟然没有距离 那就扯了 这一次姜维的觉醒 看一下反贼方如何把这个腿扭转回来 这个时候推主不太冷静了 因为曹冲跳了一个钟 有人新的存在 推主还是比较难推死的 所以他们可能会打一些控场 跟内奸进行一些控场的思路 那我们具体来看 因为这个是我最变得想的 第一轮跳了一个片内 也是因为后头主中比较多 不想乌龙 下一轮以后我们还是主要还是限制一下灵统 不要让灵统那边回合内旋风 只要我突袭一张牌 他不摸到无中什么的 就不会产生旋风了 姜维那边没有产生多大输出 没有什么作用 他旋风下轮他旋风不起来了 他也就这一轮了 这个旋风质量非常的好 拆了两张桃子 挺给力 关平这轮不动了 但是关平和邓爱 我们这边拿不定身份 因为袁绍明反 关平去帮助曹冲打袁绍 对吧 我们还是以偷两个明反吧 林统是必偷的 抑制他那个旋风 投回来个桃子 说明孙子那边也不是很亏 但是江维的关心 刚才也没注意几上 手里头留桃子 当然他们也不定我的身份 他觉得什么邓爱 关平一中一内 我们是反罪同伴 他想多了 这边这个兵还是还会绝对 就是关平将为肯定是以为我是同伴了 这边是问明 而且我觉得我们是优势 林统被我限制死 他也产生不了旋风 这一次兵再成功的话 他多半也就废了 主要是看我们能不能打出输出来 现在主中方最大的劣势就在于输出打不出来 孙子是没距离 所以一直希望赶紧别人能挂一个距离 赶紧挂距离 我给孙子送过去 要不就是我这边打出输出来 打出输出来 那邓爱关平 我个人感觉关平更像反贼一点 那他起手是对于身份的判定 他是无脑了 因为他先拆先弄袁绍肯定是怕袁绍启动 但是袁绍动完我们都应该定反了 但是主要是这就是思维定势了 就很多人思维定势 没办法通过局势的细节来分析身份 就管说孙子局 袁绍就是民众 对吧 不管你做任何动作 量任何的牌 不管你做什么动作 在我心目中你就是个忠诚 这个就有点太定势了 尤其是在你不熟悉的局 这种思维定势很可能害惨你的 我觉得关平就属于这样子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曹中打死他 我有逃不救袁绍 因为袁绍的行动已经是跳反了 干嘛要救他 对吧 我们要有灵活多变的思路 这边关平也是帮助灵绍来过来压我 那我们刚才分析 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 不会太跑偏 这一轮的话可以压压关平 完了我们从关平这边 作为突破口来去秒他 七瘦 我这边 这个突袭还是难考虑的呀 两桃杀我想输出 算了 好的 偷我来一张杀 零桶那边三张手牌不用偷啊 他已经是产生不了 铁锁还是留一下吧 因为现在我觉得这个铁锁的环境并不是很好 产生不了铁锁的作用 铁锁在我心目装中是一个K牌 我觉得K牌应该是在更关键的地方去用 所以我们还是留一下 灯爱内灯爱内应该是基本上要去打曹冲 基本上就这个样子了 江维 他这边又杀了一刀关平 那只能说那间你想的太多了 这个时候你再杀一刀关平 那可能更是我们主中局了 这个时候无脑杀曹冲啊 提高主中的 提高曹冲的过牌 也能压低他血线 给予反贼更好的杀死他 你曹冲不死 你怎么打 孙策举曹冲 再加上我张合 我还是带人王盾的张合 也不说是你说搞就能搞的 这边曹冲看一下 他能有动作 最好是挂距离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你别老酱油过啊 铁锁了一下 希望孙策那边能起距离 完了通过铁锁传导 有个负义码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可以把负义码弄过来 灵桶装备暂时不好弄啊 有旋风的效果 拆了我人王盾 对我来说 这边灵桶又打出一个无限的 基本上灵桶是那什么 他这是防加一码 因为加一码卡的孙策输出 尤其是在这边有个铁锁 但是因为主攻那边还有个距离啊 没有打出来属性攻击 续报半天的孙策 竟然连一个九杀都打不出来 他让我死亡了 江维留了最后一张 江维这两轮 关心作用非常的低 我没有看出任何的作用效果 不知道他那边都关心到什么效果的牌 看一下这一轮吧 刚才前两轮我也没仔细观察他关心 这一轮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 江维是他关心看不到好牌的 还是就是水平差 这个时候没有核心牌 或者没有K牌 放下呀 五下呀 对吧 那这一轮他五上 说明他和灵桶的手牌绝对是K牌 那我们就看一下反贼联动的效果 如果还打不出效果 我们就说江维这个水平就有点太一般了 对吧 你五下产生不了效果 我理解是牌不好 但是你五上产生不了效果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关心的问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江维他的手牌 他五上说明他关心的他灵桶和关平的牌都关心到了 所以他起码要做一做动作啊 有一张火弓 那火弓就不应该那火弓送给关平呀 对不对 你两张牌拿一个火弓 你就敢说成功吗 但是那边还有点小怂啊 就是两张牌火弓他都怂 就等于是只有一张牌能看 给我我就不送 他有什么花色就能百分之百命中 那给我的话 这一张火弓 我是要送给关平 那边关平手牌最多 而且他血线比较低 他需要大规模的浪费自己的手牌 消耗掉 才产生那个七牌少的这个效果 要不就会打出牌差来了 那说明江维自己手里头拿的牌不合理 我们来看一下灵桶 灵桶也是五上给他关的牌 灵桶直接是拍出去了 五谷和乐 这个因为他本来收了他就两张牌 所以不了解 因为有张合的存在 乐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那我们这个就分析不出来了 但是转而去打曹冲 肯定打曹冲呀 打我打不死的呀 曹冲那边还有人心吗 最后一张 对我理解了 就是江维 错的吧 就江维那个火攻 火攻的时候 后三张牌是曹冲撑向的牌 他觉得是废牌 对吧 因为我看他五上最后一张是一张杀 那给关平送一张杀不太合理 个人觉得他如果就火攻打曹冲不合理 他要关心不好关心 他不如五下 对吧 那个完了火攻我 完了由队友拿到未知牌来看队友来怎么去杀 你这个万一火攻不中 那些废牌不都关给林统和关平了吗 刚才他五上最后一张是关平的手牌 反而是一张杀 这个牌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关心 总而言之 其实江维打的有问题 我就不多说了 那是对家的人 关心是一个技巧活呀 大家可以多看看我 诸葛主持角 虽然出的比较少 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诸葛关心用的还是比较合理的 主要可以看三三 就是身份局可能实在用 我已经N年都选不到诸葛亮了 当然选到诸葛亮 在如今这种强度下 是不是存活能力也比较低 当然能选我还是试试 最主要是左词能有关心 我这个用的比较多 但平时真的是看不到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 边峰提高了 降低了标峰包的出场率 提高了别的包的出场率 这个可能是我理解 或者说所谓的熟练度问题 这个我们就不关心了 反正现在是选不上诸葛亮了 想而关心 就玩玩江维 玩玩左词 才有可能 这边 不是九杀不幸福呀 我们那边一直续报了个铁索 但是我总觉得铁索 现在铁索数据没有任何的收益 所以我铁索一直续报的 我个人觉得像把这种牌用在刀刃上 才能产生这种K牌的效果 而且我这个时候也不需要过位置牌 那个虽然说是打不出来输出 或者输出效果不明显 但是我觉得每回合能维持一刀 或者是对对方突袭 完了现在反正也没有加一马卡了 孙策和曹宗都有距离了 都能对反贼进行输出已经够了 火攻看一下江维会不会死 反正我们只要维持住留一张桃 能救曹宗就可以了 哦九杀这一次孙策先火攻过位置牌 完了收到一张九杀来九杀直接带坐两反 打得非常的合理 那我觉得本轮内监控场也是稍显得有点慢 如果给我的话 我早就可能去打曹宗了 他控场慢了一轮节奏 也可能会是反贼方打的并合理 我觉得反贼方 一对定式思维影响了反贼 就算说袁绍是片中 但是当时跳了名反 就不应该出现那种配合上的失误 就是影响到反贼死了一个人 第二就是思路上的不统一 那个一会打这个一会打那个输出不同 第三就是技巧上的使用比较不足 第四的可能内监控场也稍显得有点慢 这个可能是我们这边留淘宝的曹宗 这一次曹宗是死不了的 我这一张还有个无懈 先无懈吧 因为他还没有杀过对吧 万一关心不出来闪 等等等等等等 完了曹宗去了 一个都不能少 现在一个都不能死 玩的就是全胜 都是K牌不好去摸 所以我直接摸牌 而且对方也没突袭的空间了 没什么可能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铁锁的核心价值所在了 还是留的桃给曹宗 灵头那边藤甲空尘 铁锁一下 可能如果孙策那边出现火杀或者九属性杀 最好的是九火杀 基本上直接游戏就结束了 所以说铁锁续报总会有他用的空间 就算不行 我们在关键回合过牌也比前头去浪费好 因为你这个词成像太淫霸了 太淫霸了 两张桃那玩什么玩 就是我来继续讲这个铁锁的问题 就是说K牌 你如果草率的去使用 你关键回合摸不到 岂不是会影响战局吗 对不对 你这种牌又不是说你想摸就能摸到的 那我们就要留的 除非说是我必须用了 或者说是前期关键回合 比如我非常急火的比较残 我需要过牌去找陶 或者找闪来保护自己 那个时候用 但是基本上在没必要使用的时候 这种K牌我都是会留的 我恐怕看这几轮视频 尤其是直播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的一些基本的思路 来曹冲 九火沙 吃个桃 直接吃满 不管我了呀 亲 刚才我也没仔细看 直播 鸡牌比较差 我也不知道这些桃是不是 真像名牌什么的 我都忘了 好 九火沙 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这次铁锁 是不是传 产生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效果 而且直接也是把内打到一血 那如果我们动不出意外的话 直接带走内了 就算带不走 他也没有多大问题 就是我不打 他永远是两个田 就算把他打 我先说啊 就算把他打到觉醒 他也没有什么翻盘的能力 最多把我打死 但是说如果我不动 他永远是两张田 裸摸的效果 那没有多大的 问题 只要看我这边能不能杀死他 一张乐 一张桃 那就不客气了 吃乐乐 吃陶乐他 吃乐陶他 好 这一下我们三连动 基本上灯爱就去了 因为直播放快不了 曹中断杀 不给力 看孙策 孙策也断杀 好的 三国杀 三大错觉 第一大错觉 就感觉我们能杀死他 这一轮我感觉他能杀死他 但没有 杀他即使出闪 我们还有个乐能限制他 他没有觉醒 就是就算觉醒了 我们也可以乐他限制他 这两手摸牌摸得非常的给力 当然不给力 我们也是赢啊 就是说摸不到这种K牌 我们也是赢 只不过 赢点插去而已 可能就不能完胜了等等 但是摸到了更好 而且他他屯天 是把他的乐判定给屯没了 当然 也很尴尬 这边一拆一杀 基本上 这边拆了没有杀呀 两轮断杀 我错觉我们可以增加一个 就是像我能摸到杀 这是一大错觉了 好的 这个基本上获得了胜利 那今天就先到这 随便直播一下 国庆假期马上也是要到了 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 那个有时间多出去玩玩 别天天老宅在家里打三国杀 学我干嘛 对吗 好的 大家再见